压力就大一点点了 我们看到今天已经开始往下做一个回落了 量能也真的又真的是很不给面子 真的又是缩到665亿元 整个量能缩起来价格又往下跌 我想小宝不是要跟大家谈到技术分析的问题 小宝只是要告诉大家 这个盘的操作难度真的是比较高的 尤其是整个类鼓在轮动 如同小宝昨天所提到的 昨天一个攻高不成之后 今天开始做回撤 这两天多方要做一个好好的防守 其实多方有可为啦好不好 只是量能不出 那我们在操作的策略啊 真的小宝家族的成员在操作策略上 也都是调整成比较偏向一个区间这样来做操作 来短线上而做操作 好那针对今天这样的盘式看起来好像压力很大 不过小宝已经看到了部分的机会 比较部分的机会 来包括什么 最近修正比较多的一个生计相关族群 来我们可以留意到 昨天小宝提到比较多的一个1789的神龙 那他有什么机会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从今天到尾盘的时候 开始就有消息出来了 来包括什么 请导播帮我们take一下 来神龙的长手厂做落成了 那以获得四张大陆四张的生产许可 家族马力要供全球的市场 那这部分来我们来看一个比较大的重点是在于说 他今天宣布第二期工程完工 而且取得什么江苏省那药监局的四张药品生产许可证 也就是四张药证了 而且他预估是在2015年的时候 中国大陆即将要超越日本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一个全球第二大的药品市场 投资片我这样看这一段文字说真的 来看过就会忘记了 所以小宝喜欢用图表来让大家 来做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有印象好不好 这是过去小宝所提到的 尤其过去几十年来讲的话 全球医药市场的排名 那小宝当然产业分析师来讲的话 一定会把所有数据做得清清楚楚 中国大陆他从2003年2008年每五年就往上跳 到现在2013年的时候 他已经来到了全球第三名的一个地位 刚刚讲的来2015年的时候 预估中国就要取代日本 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市场 第二大的一个市场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全球趋势的让头 所以中国大陆相关的 两岸的绿色通道相关的一个受惠 小宝认为就相当的重要了 所以这也是小宝选股逻辑里面 为什么要把两岸政策 尤其是生技族群 要把它摆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关键地位 好那这如同小宝所提到的 来生技的三大关键 前两个我们最近都已经提过了 而昨天琢磨比较多在哪里 包括精神指标的部分 那我们只要提到生技的精神指标 投资朋友一定要留意 一定有哪些股票 当然股王股后的一个精华跟精可 好来我们看一下 这是小宝所提过的东西 这个一定我们稍微做复习一下 精华跟精可市场在哪里 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我们都要一清二楚 所以当我们看到来今天的1565的精华光学 相对来讲的话 在这样的盘式 比较有撑一点 来8406的一个精可 古后精可 相对我想今天这样的走势 反而在生技族群出现了一个希望 但是更大的希望在哪里 当然是小宝要帮投资朋友所准备好的 来包括一个1789的神龙 小宝说这是生技当中的航空母舰 那他的核心专利技术 我想小宝昨天有基本的告诉投资朋友 有关于他的一个把制程怎么缩短 怎么让他的一个成本下降 毛利率就往上做提升 我想这是一个连续的效应 而且是连续的动作 投资朋友一定要记得 怎么让他成本下降之后 毛利率就自然就会起来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 我想这也是神龙的核心专利技术 而且包括来讲的话 来东洋的一个相关 Dosita Pelitaso 这些止三存的原料药 交给神龙来做 神龙直接一代线做完 二代线就出来了 他说我现在可以 越做越快 品质越做越好 而且我的成本越降越低 我想这就是神龙的一个核心专利 而且这个也是我们财报上 比较看不到的东西 那还有神龙还有强势在哪里 当然他有统一集团 他背后就是父爸爸统一集团 再搭配两岸的政策 不管绿色通道也好 所以小宝认为说 以神龙来讲的话 会成为我们生计股的一个什么 来很重要的 我说这个叫做精神领袖 精神指标精神领袖 这也是我们生计三大关键之一的 精神指标精神领袖 那我觉得说 以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模式 相对明天早上 今天晚上明天早上 我想报纸很多版面 都是相关于神龙的消息了 但是小宝并不要投资朋友 来做一个追价 尤其是当尾盘往上拉 来我们看到1789的神龙 尾盘往上拉还好 那明天所有报纸好消息都满天飞 外资一家一家调高平等的时候 这个时候再去追股票吗 还是我觉得说小宝觉得说想提 我相信所有投资朋友应该都有 自己一套很好的操作模式 但是我觉得比较大的重点 小宝想要提供给投资朋友 是更领先的讯息 过去一段时间小宝常讲的说 照后镜看不到未来 所以小宝想要提供给大家的 永远是领先的东西 来包括昨天的 我们这个要请导播帮我们take一下 包括小宝昨天的一个盘后报告 12月11礼拜三的时间 小宝把大力光跟神龙 来做了一个核心专利部分的比较 所以小宝提到说来神龙在云料药的领域 其实不论是在核心专利政策跟集团各方面 一点都不输给大力光 所以大家明天一个长收场做开幕 来接下来一家家的外资机构 将陆续调高神龙的平等 尤其收盘不漂亮的时候 小宝认为很多股票就是收盘不漂亮 才买得到它的一个低点 我们永远小宝来小宝不会跟投资朋友讲说 我们买在最低点各方面的 不过相对就是要它不漂亮 就是技术形态不漂亮 因为小宝不是技术分析派 小宝并不是用技术分析带大家操作的 因为相对来讲对小宝而言 小宝最喜欢的是来挑战技术分析上的 一个所有的均线盖头反压 所有看起来一副要破底的时候 但是什么不会变 这就是小宝很爱讲的 小宝说来神龙的什么不会变 他的核心专利不会变 他的政策他的集团 这个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会变的是什么 所以会变的是我们自己的心好不好 好那接下来神龙结束之后 小宝觉得这是连锁效应 神龙结束之后还有一档股票 最近也是跌幅比较深了 这档来自于下单给神龙的小宝 刚刚有提到来4105的东洋 东洋对小宝而言 其实他的核心专利技术也相当的够 那东洋是谁 包括他旗下有 拥有的就是像智勤也好 承德也好 他的核心专利技术 我想在这部分也是无庸置疑的部分 然后在政策 在集团的部分 他自己本身东洋 承德集团 我想林董事长就是一个很大的group 那相对来讲的话 东洋对小宝而言 来当我们看到一个1789的一个神龙 开始要好起来的时候 我想4105的东洋 这也不容错过 这一阵子真的跌到大家心慌慌啊 不过小宝认为 底部慢慢就出来了 而且常常其实底部也是 这样利空踹出来的好不好 好那我们讲到东洋来讲的话 第一个对小宝而言 他当然最主要是一个抗癌的龙头 那他是蒸技场的一个供应中心 而且他最重要的是什么 微肢体王国打造的微肢体王国 讲到微肢体投资朋友 眼睛又亮起来对不对 微肢体还有谁 来当然是我们4152台微体 那相对来讲的话 小宝觉得以台微体而言 核心专利技术没有变 来政策没有变 权力金没有变 会变的是什么 会变的是人心 所以当什么都不变的状况之下 我们就要发现什么事情 当股票来到投资价值的时候 买要买什么 当然是买跌 跌下来的时候 我觉得是要占哪一方 我想这个是很明确的事情 我想这也是对投资朋友 有帮助的事情 那其实当我们看到说 小宝对我们小宝家族来讲的话 很多事情我们要先领先 告诉大家的时候 投资朋友应该还要记得 来从一个11月底的时候 小宝说12月要做什么股票 也是我们部分的布局重点 包括集团做账 那集团做账 小宝帮投资朋友筛选出来 一个集团里面那么多公司 那我们一定要筛选出 最有题材的公司 也是最有未来的公司 来集团里面当然要搭什么 小宝一定说要搭4G 搭网通 所以包括来我们说 永风云集团里面的先锋 5349的先锋 我想它的股价还是持续的做走高 来联电集团3035的资源 还是持续做走高 那相对来讲 小宝看到的是什么东西 小宝当然看到的是 全球电信商一个资本支出 从2012年到2013年 这个叫做三倍的跳升 这个叫做三倍的幅度 所以这个是小宝 很早就已经看到的东西 所以我说今年集团做账 这是不可以错过的好不好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我觉得产业 不管是小宝对小宝家族也好 对所有投资朋友也好 小宝想要提供给大家 永远是可以站在一个产业的让头 而且站在一个产业的最先驱 而且最主要 我们都要在领先市场之前 要先能够做布局 而且做卡位的动作 尤其是在站在操作的角度 或各方面 我觉得领先真的就很重要好不好 不过小宝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说现在大盘操作难度很高 尤其很多类股做大股调整 那最重要就是在调好的时间 布局好的股票 最重要的欢迎主持人收看 我们一股清流的节目 谢谢大家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物理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只剩评估并资付投资封线 欢乐时光就从冰火开始 绝对不虚伪夸大的分析 别台看不到的分析 讲出别人看不到的基本面 还是真正基本面 一股必须对症 对症要找一股 一股抓住主流 加入清流 给您全新不同感受 咨询电话0225783777 0225783777 别问我草本屈纹喷我 小黑蚊也泡泡哦 倒着喷也OK哦 无法弄你哦 别问我草本屈纹系列 通越大凡 领先市场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头部 拥有一流的分析石整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空操作 穩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部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部 亚洲头部 珍惜所托 真情照顾 这一电话0225783777 25783777 活化毛囊 健康头皮 萌法566 脆弱西苏法 洗法经 绝对不虚伪 夸大的分析 别台看不到的分析 讲出别人看不到的基本面 才是真正基本面 一股必须对症 对症要找一股 一股抓住主流 加入轻流 给您全新不同感受 咨询电话0225783777 0225783777 0225783777 欢迎收看一分钟焦点新闻 带您掌握国际重点消息 美国国会两党协商小组 终于达成预算的协议 联邦政府明年